三太子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 今天总共有五位台湾选手出赛 其中老将王宇佐跟许玉秀的男双 因为对手彭贤颖受伤退赛 只打了三局就顺利挺进四强 另外在单打的部分 是大运金牌装吉身苦战三盘 最后被日本选手逆短足球 三太子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 男双八强赛上演另类的台湾内战 由王宇佐跟许玉秀搭配 对上彭贤颖跟白俄罗斯选手Berry 只有这场对决才刚开始没多久 彭贤颖就因为腰部伤势 请求暂停接手治疗 而在短暂休息过后 球赛重新开打 不过身穿绿色上衣的彭贤颖 明显已经无法附和比赛强度 先是揭发时完全无法移动 轮到他发球更是只能选择低手击球 而他最终在首盘的第四局 无奈被迫选择退赛 今年的三太子挑战赛 是33岁的王宇佐 以及19岁的许玉秀首度合作 而这对年纪相差超过一轮的组合 在魔盒上反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顺利闯进四场之列 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这么就这么match 是蛮有我觉得没有什么代勾啊还是什么 这次配起来我觉得就是格格是一个很和谐 就很好沟通的一个人这样 然后就配起来就是很非常非常顺这样 这次看到男子单打的八抢赛事 庄吉生面对日本选手伊腾龙马 首盘打来相当顺手 不论是上网初级还是S球 各种方式都能要到分数 以6比3拿下第一盘 不过来到后两盘 庄吉生陷入苦战 第二盘在抢7以9比11输掉之后 第三盘同样在抢7局面 又以4比7败下阵来 苦战超过三个小时 庄吉生以盘数1比2输球 无冤晋级4强 至于另外一位台湾选手 年仅19岁的洛建勋 他在八强赛直入两盘 输给印度好手Ben Brie 本季的黑马惊奇之旅 在八强赛止步 这场国内等级最高的男网球赛 三太子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 即将进入4强赛程 而我们也将会在最后两天 带来现场直播 周六下午1点 周日下午2点 请球迷朋友千万别错过 明镜新闻张老中 郭雪晨台北采访报导